做出來 而且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數 所以有兩階段 第一階段就input 這邊有比較重點就float 然後另外的話公司加進來 體重除以 身高的平方 OK 那再來的話呢 把 BMI 放進來因為他小數點很多位數 所以呢我們利用什麼 format 那format 怎麼記比較好記得喔 其實可以把它拆開兩半 前面這一半的話 就是它的什麼 它的格式的公式 後面的話呢就是把BMI 把format加到BMI裡面 大概是這樣 那第二階段就是什麼 做根據BMI 如果我今天的BMI是24.22好了 那到底 這個BMI是 過輕呢 還是標準呢 還是過胖 那我們怎麼知道這個標準是什麼 那基本上根據那個網路上你Google得到的結果啦 它其實就是給你個表 不過我覺得這個表這樣看不方便啦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是把這個表怎麼樣 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那個if 有沒有 跟什麼呢 跟lif 還記得吧 lif的話有沒有 所以喔 寫的方法就是如果if什麼 if BMI 假如是小於什麼 18.5的話 冒號 然後呢就是什麼 printer 體重過輕 那如果呢 再來就lif lif放這個前面 lif 然後呢 那當然這個寫法 你可以兩個寫法 一個是寫成這樣子 寫成這樣子在那個 Python是可以接受的喔 或者另外一個寫法是 如果 BMI 小於 18.5 小於等於18.5 而且 大 大於18.5 而且小於 這24的話那就正常 那再來就過 過重 輕度 等等的 那因為這個部分呢 前面我沒有寫過啦 所以 我就稍微拖籃一下喔 拿那個已經寫好了 這個是已經寫好的 然後把它直接拿來 拿來做 修改好了 就把它if 假設啦 我就寫完了 if 然後呢 兩邊比對一下 我把它比對 放 這邊跟 跟這邊比一下 OK 這樣 大家看會比較清楚一點點 那寫的方法的話 其實假如說 你們有一個是已經寫好的 你就把這個公式擺在旁邊 然後呢 稍微比對一下 這個是網頁上面的 這個的話 再拉過來一點點 OK 那你會發現呢 我可以把這個 寫成這樣子 如果 bmi 小於18.5 冒號 有沒有 然後 entr的話這邊有個縮排 printer 過輕 或者是體重過輕啦 反正我們簡稱好了 過輕 那再來這個 這個如果要把它轉成 Python的話 那當然就 bmi 如果是大於等於 有沒有 這個是大於等於18.5 而且 小於 24的話 寫成這樣子 OK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寫成 類似 這個網頁上面的 這樣的寫法呢 跟各位講 也可以喔 這個是 第一種寫法 但如果說你想要寫成 類似像網頁這樣的寫法的話 我這邊改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另外一種寫法喔 這個之前也有同學問到 可不可以怎麼樣 可不可以改 其實是可以改 什麼改喔 跟各位講一下 我這個把它註解掉 然後改 改的方法一樣喔 我們開頭一樣是 AOIF 那其實你可以寫成 類似像這樣子 我拿這個來貼好了 那這邊後面一樣是加個冒號 只是說這個變數喔 我們一定要是BMI 這怎麼變 我把它 這邊的話呢 記得喔 把 BMI BMI放中間 然後這個符號好像不太 這個小於 等於 改成這樣子 這個 改成 小於 小於 也就是說 第二種寫法 也可以寫成什麼 寫成 這樣的寫法 兩個寫法特別注意喔 兩個寫法都可以喔 那只是說 哪一個寫法 比較適合你啦 你其實我 建議就是說 你習慣的寫法 我自己比較習慣寫哪一種寫法 我自己比較習慣寫上面的寫法 什麼 這個把它 註解掉 有沒有 為什麼因為他比較口語化 如果 他的那個 BMI喔 是大於 等於18.5 而且 BMI小於 24的話 那 就是標準 OK 當然有些人習慣說 說我習慣寫這樣 沒關係你就寫這樣子 為什麼 他的好處就是反正一個變數 就不用說還要一個 OK 有好有壞 這個當然怎麼取捨 就看每個人的寫法 我自己是比較習慣寫上面的 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過重 然後 輕度肥胖 中度肥胖 重度肥胖 其實這個蠻接近 所以甚至 可以直接拿什麼 拿上面這個來複製 貼 OK 那改的話就是改什麼 前面是24 後面是27 那過重了嗎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27到30 那其實也是用貼的 你看這個都一樣 只是這個地方 不一樣 那這個輕度肥胖 在中 在中度肥胖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大於 等於35的話 就是 這個過度肥胖 不過 其實因為呢 上面邏輯都已經用 就已經都 都用掉了 所以呢 你有幾種寫法 要不呢你就是再寫個LF 要不你乾脆 L Ls就是 除此之外 沒有了 反正呢 剩下的邏輯 你就是 幫我輸出什麼 過重度 過度肥胖 理論上 當然 以 這種寫法是比較精簡 因為如果說你還要再寫一個的話 變成說什麼 你還要再LF 然後這邊多一個 假設你不寫Ls的話 變成說你要寫成什麼 寫成LF 然後怎麼樣 這邊要大於等於35 OK 大於等於35的話 那就是過度肥胖 可是變成說你這個多一個邏輯判斷 有沒有 大於等於 35 那沒錯 OK 可是這樣寫我覺得好像有點多餘啦 不如你就什麼 寫成什麼 Ls 這樣比較簡單 O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如果假設已經寫完了 根據 這個網路上面這個邏輯 把它做一個輸出好了 根據剛剛170 Enter然後70好了 其實已經過瘦了 但是在這邊的話 其實也是算是過重 170 除非是什麼 175 175 175 如果70公斤的話 那就是應該是標準 OK 所以呢身高高一點 體重少一點 那就標準 OK OK 那如果假如說 這個體重是175 身高175 那體重如果是90公斤的話 那應該是到哪個range 不知道 不過沒關係我們Enter一下 輕度肥胖 他已經到這個 比過重 還要再稍微重一點點 OK 所以這個當然就要減肥了 那請各位試試看這個地方 把底下再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不過呢 我們最後是希望說 輸出的結果 不要這麼單調 為什麼呢 最好是輸出結果 可以把它改成 我們要的這個格式 什麼樣的格式 在那個基本語法下面這邊就有了 我希望呢 輸出因為我們剛剛輸出的結果是 就是 漲這個 跟這個 前面並沒有什麼 BM嗎 雙影號 冒號 這個要加 平宇 冒號 平宇的那個 冒號 也就是說呢我如果今天希望 可以加這兩個東西 並且記得這邊要換行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比較簡單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先做那個邏輯判斷 然後思考一下 怎麼樣再加 前面的這個敘述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